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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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声慈禧比落 在黑夜中格外感动人心 武汉多个社区居民 27号晚上8点 一起开窗相互打气 最后还一起大合唱 其实早就想出去办吧 唱的歌我觉得 也是很好的发现一下 不过这个举动 在网路上引发恐慌 不少网友担心 开窗高歌口莫横飞 可能成为病毒 传播出去的管道 尽管如此 不代表可以掉以轻心 武汉废科医院 家户病房主任胡明 就透露 曾接获一起 超级传染者病例 包括医护在内 好几个人都被毒王 感染武汉肺炎 SARS吧 它是9天左右的时间 它会被增 对新冠病毒 它是大概六七天的时间 根据大陆最新研究 武汉肺炎人际传播能力 与SARS相同 平均一个病人 能够传染两到三个人 除了飞沫 也会透过接触传播 潜伏期一般三到七天 最长不超过十四天 中症病患不见得会发烧 儿童症状相对较轻 感染初期肺炎病征 并不显著 很多轻症的病例 也就是说 有一部分病人 他并没有肺炎的表现 只有轻度的发射 而河南安阳一名女子 从武汉返家 至今没有出现肺炎症状 但家中五名亲人 没有履行与居住时 却全部确诊感染 看来武汉肺炎的超级传染力 恐怕不容小觑 记者李宗芳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